上年開幕的全球首個拉主題公園 在曼谷旺區試驗插旗 除了最人氣和放滿宏大造型夜光燈的鏡房 和這些這些這些的打卡位之外 還有這個最新影相位 最後當然要送精品先走了 今次去曼谷記者其實是用了理數去換機票 還坐到亞洲萬里通20周年的會員專機 不單有亞洲萬里通的shopping熊仔Roy 和限定版旅行套裝 登機之後還有抽獎環節鑑 頭獎有整萬理數很想要 可惜抽不中 這個上年開幕的skywalk 位於大廈的78樓 可以居高臨下看曼谷全景 黃昏還可以上來這個 泰國最高的天台酒吧 享用一杯 cocktail 最近還多了個VR降落散遊戲區 特別在只要拉一拉旁邊的拉環 就可以控制降散的高度 順利穿個光環就可以得分了 你看攝影師玩得多厲害 少女去曼谷都會上個cooking cast 學煮泰菜 今次我們就選了這間 在窄到窄市窄附近 學校設在傳統泰式大陣裡面 開放式廚房被植物包圍很棒的 開始上課之前 導師先教我們做椰漿椰奶 不說不知 原來椰漿是直接把椰肉炸成汁 而椰奶就是把椰漿加水來做的 真是長知識 回到廚房 是時候做少女學徒了 導師會逐一示範 怎樣做泰式蒸蛋 炸雲吞 冬蔭公 和青咖哩雞 我們只要跟著做 很簡單 加上大部分食材和份量都已經準備好 所以都煮得很輕鬆 我最喜歡這道青咖哩雞 咖哩醬是自己種出來的 當然是超市出品